在昨日结束的WTT新乡冠军赛女单四强中,陈梦3-2有惊无险,击败了早田希娜,尤其是决胜局早田希娜的发挥实在太棒了,彻底把陈梦打落到绝境,奈何关键点上没有把握住。 赛后,早田希娜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她表示这场比赛是我人生中和中国队,打得最好的一场比赛。 最后没能够赢下来非常可惜,最后一个相持球陈梦打得很有韧性,比赛结束之后回想到那个球,我觉得陈梦是真的厉害,我想这是我跟她最后两个球的差距,这决定了我之间的胜负。 不得不说早田希娜的点评还是非常到位,本场比赛两人之前的对决确实和精彩,尤其是早田希娜的表现,一度让很多人都认为她能够拿下, 而陈梦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,我们双方都发挥出了很好的水平,为大家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。 我觉得早田希娜这个选手,无论是打法还是进攻,都有很高的实力,今天能够赢下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幸运。 不得不说陈梦对于自己的认知还是很对,能够赢下早田希娜绝对是非常幸运,希望接来下的比赛陈梦能够越战越勇。